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台湾路上出现越来越多电动汽车 那原因是在于石油是属于有限资源 意思就是石油有一天会用完的啦 也因此全球各大车厂开始纷纷研发电动车 看到电动车趋势 新北高工的同学自己打造了一辆 结合AI人工智能还有太阳光电的车子 这部车还让他们赢得了全国高级中等学校 专业群科111年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专题组加作 这是我们打造的AI智能新能源车 这台AI智能新能源车车体造型灵感来自沙滩车 开车之前必须透过车体前方镜头人脸辨识 去热车主之后才能启动开车 AI人脸辨识的部分 它借由镜头传达资讯到电脑以后 然后电脑利用Python做完处理 传送资讯到后面给Arduino来做判断 是否要让车辆启动 如果车会被偷的时候怎么办 人脸辨识 既然我们可以用在我们其他的 像我们防疫口罩这一类的一个运用以外 那我们就用在我们车辆上 你这个最高时速可以到了多少啊 23%吧 就是电池的问题 所以就是脚踏车的速度 差不多 绝对很会 这台车吃电不吃油 借由车顶上的太阳能板 将光能转换成电能送至电瓶 再驱动马达带动轮子转动 而车子的座椅等相关配件 都是从报废车取得 轮子则是拆下报废机车车轮 用这一颗马达的时候 当时在装上去的时候 一直在对它的位置 因为原本想说它可以移动 越近的话它的转速就越快 然后拉越远的话 它的转速就越慢 后来后面就想说把它固定住 比较困难的就是要去跟 所有的主人去讨论说 哪个地方需要有什么功能 就需要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有人有电的砖厂 然后刚好那个地方 可能不能做那些东西 所以就要去客服 这台智能车由汽车科 资讯科 机械科 以及铸造科的五位同学 跨科跨联域合作 车体前方的人脸辨识系统 以及太阳能板 由资讯科同学操刀 前后避震系统 由汽车科学生来设计 方向盘则由铸造科学生负责 最后整台车体焊接 以及零件设计与加工制造 则由机械科来完成 耗时十个月打造 参与的同学们表示 虽然辛苦 但制作过程也解锁新技能 我学到了我们科 原本不会有的 砂轮机打磨 然后还有焊接 CO2焊接的部分 人工智慧还有人力辨识 这边有做新的突破 然后还有就是在跟其他科合作的途中 也有学到一些机械的学习的操作 整体大部分来讲是学过的东西 但没学过的就是去从设计端开始做制造 坦白说这台车要在高中生整个整体的一个制作 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我们也是整合着这个各同不同领域的老师 来一起来协助的这些学生 技术型高中在108课纲上路后 增加了专题10座必修课 一学年总共6学分 目的是希望技高同学们 能学习跨领域合作与沟通 在我们早期的一个职校的一个教育的话呢 都是比较强调单科自己的一个技能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在因应108课纲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做到跨群跨科整合跨域的一个能力 跨科跨领域的实作课程 难免需要更多的磨合时间 所以同学们必须利用课余时间提升能力 不过也借此让知识技能互通有无 也许学生们未来才能更游刃有余的应对 越来越复杂的产业变迁